小朋友有的人坐著肚子 有的人是用褲褲 大家是用很辛苦的熱點暖地 對這項小朋友來說 這是他人生頭一道的天洋 是最多的味道好勝 而且變暖也還可以聞到一頓一頓的香味 就是你揉久一點過分就有那種感覺 然後就比較順手這樣 餅乾的那種 就是餅乾之前那種麵糰的感覺 味道很香啊 還有黏黏的感覺 在的時候會有巴熱的香味很香 然後摸起來濕濕的都擰在手上很好玩 來 再把它鬆開 像我這樣子揉啊 要記得要這樣子揉 這是金車夠有基金花 為了要讓小朋友在四個期間 可以過到一個衝刺 而且有不同的體驗的生活 這次是特別來到地鄉六國 基本一年一禮拜的下令人 讓大家可以了解地鄉的文化 那因為這次我們知道說在鹿谷香 它是一個茶葉的故鄉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茶葉的季節 可以帶小朋友來這裡體驗柔茶 主辦黨員也表示 希望可以透過柔地的親身體驗 讓小朋友可以了解早期的人是如何來做地 對小朋友來說 也是一種很好的交友風險 那平常小朋友他們只知道說喝茶 可能就是鋁箔包的或者是罐裝的 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說在這個手製茶的過程是怎麼一回事 那剛剛小朋友他們在揉茶之後 再聞聞自己手上的茶香 對他們來講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那就會跟以往只是純粹的去喝那個 現成的飲料的感覺會很不一樣 最后米一位小朋友 也在要穿到萬地士所穿的褲子 你看過褲子一滴起立是不是相當的可愛 所以大家也做會那個地方想流著紀念 也為這家的宿家生化 然後下一個難得的體驗經驗 繼續收看採訪報導